之前在上海掉下英雄类的这个胡瓜呢 他是这个因为这个 他这个国标舞啊 练到腿都抽筋了 最后拿冠军 他真的是这个有感而发 不过呢回到台湾来 现在入围金钟啊 心里真的是忐忑不安啊 他也就在提醒大家说 哦我共古哦 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不过呢金钟奖走红毯 他不跟这个女朋友走 而是要跟女儿小珍一起走 感情上是不是出现什么状况 很多问题大家很关心 连线记者的佩妮 带我们来这个关心了 佩妮 好的主播会观众 用酒吧金钟奖 就来这礼拜五即将颁奖了 这次中石集团又再度入围 成为了大赢家 一共入围了十四项 不过外界相当注目的是 等了十六年金钟的瓜哥 这次获奖的呼声相当的高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 瓜哥穿和女儿小珍 一起走星光大道 让外界怀疑是否不是 跟这个丁荣安感情生变 而胡瓜今天是直接表示 没有这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见的访问 他跟娃威 在此为 没有这个非常开心 当然他也要被我 有点擅长 不知道他还会有点心 不懂啊 这次话题也蛮多的 我带着我女儿 从星光大道的话题也蛮多的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啊 因为我女儿在 念幼稚园的时候 就是能送到我们的金电话 当时我是以金举隆奔不留的 穿着洗脑 别的白色的整个银巾 有点像有混争的 也是做了一晚上 结果的落败之后呢 林小姐带着我们的女儿 开个车 到国际金丸街舞 这又适合那么多年了 我 Emma 我的孙女就跟小镇一样这么大 我又能再次入围 谢谢 经过了四分之一的训绩啊 不同于其他主持人 胡瓜今天上台是相当的感性跟严肃 她说这次入围备受外界的注目 也让她压力比以往还要大 尤其这一次呢 又碰到了去年得主吴宗宪 还有劲敌桃子跟最大党的主持群 胡瓜说了 这次个人得奖是小中石集团 才是最大的荣耀 她也特别强调呢 希望让小镇看到爸爸的成就 才会带她参与 外界不要把焦点放在感情关系上 好的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的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胡瓜又在提醒大家 等奖等了很久了 看看今年就礼拜五了 她这一年的手气有没有比较好